人与人当中除的不好 一点是厉害冲突 我们对人只有厉害 所以冲突就不会发生 这些道理远同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磨练 佛是人天私藩 佛弟子应当要修佛 应当要给不学佛的众生做一个榜样 这些人真我们不真 他们愿意真我们愿意舍 真正的利益很快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学的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要把自己的明文力量真正能够设置 那个幸运心才会得利了 这个名利有了一样 就三字量都不得了 都没有用处 充其量 阿赖叶里面中一点山根而已 最修佛在那里 特别是在人事环境 人与人最难相处 在人事环境里 把我们自己的烦恼 毛病习气 统统修理干净 总的原则 与一些人不发生厉害中途 那么要做就很简单 他要 我不要 我要的 他不要 就没中途了 我要的是什么呢 天天振掌我的心愿 天天佛号不中断 这是我要的 他不要我 他要的呢 明文立扬 无欲六尘 高明厚立 他要这个东西 这对于我不要我 佛在这个生活方式当中 视线给我们看 我们要仔细观察清楚 如果能够 耐于一个简单的生活 才能真正做到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无真无求 才能成就自己圆满的福报 你有求 你有真 就造罪业了 那哪里是福呢 所以佛在生活上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这是佛对于我们的爱护 对于我们的教诲 我们要听清楚 要想明白 要观察 若一 向佛学习 只有让 不能真 真 问题越来越大 一让的时候 退 问题越来越来越 这种让这一生 过得很有意义 肯定是 与人无真 与事无求 有丝毫 真 求 就很苦 你说真所求的 是苦 自导困 不是别人给你的 自己找的 不择手段 增明追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是重量 如何消除呢 真诚 清净 平等 振作 慈悲 最消除 你把这个念头 从心里面转过来 心底清净 智慧心情 你必定是 愚人无憎 不胆不增 处处 谦让 欢喜 谦让 样样都让别人 于事无求 什么都不求啊 你过着 佛菩萨的生活 神仙的生活 你要真能放得下 你这句佛号才念得好 佛号念好了 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事出事件发了 都不受干扰啊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一切仁慈物的相 不知足 一切都随其自然 真好 根本没事 何必一定 斤斤计较 死都不肯放下 那是自找麻烦 没人害你 自己害自己 没有人逼迫你 自身烦恼 自己迷惑颠倒 你能怪谁 决定不要把这些 自行放在心上 事件发 除事件发 统统不放在心上 你能这样做 就与道相应 清净心 平等心 这是道理 这是道理 你这就是道理